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带来一个朋友来 来啦 过来 美根 嗨 我是美根 OK 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 我今天就是要带你去找麻油甲的美食 有的吃也开心啦 开心啦 你准备请我吃了喔 OK 然后第一站我们就去麻油甲非常出名的摇头面 对啦 就是这一些这一些这一些这样 这一个就是麻油甲出名的摇头面啦 OK 然后我相信你也看到我刚才老板在做妹的时候是一只 OK 这个麻油甲出名的云吞面还有金属盘这些 是位于甘邦拉拌啦 OK 只要你来麻油甲跟麻油甲的人讲 甘邦拉拌摇头面没有人不知道在哪里 OK 所以 你还等我 要不要吃 要 要啊 很饿耶 开中啊 但是 哪里有这样的人给你吃到 在开动之前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鱼翅 什么 我饿咧 非常简单的 我们这一次是什么特辑 国庆日特辑 国庆日叫什么 美国 对 所以他 等一下 你就要在这些人面前他 然后只要超过五个人看着你 就当我输 你讲啦 然后等一下我会有小惩罚 OK OK 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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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个 所以 谢谢 挑战失败 OK 但是不用紧 你还是可以先继续吃的 等下惩罚我们等下再讲 不错 来可以开动 这个鱼翅面 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有发现的 白色 对 它是白色的鱼翅面 然后这个白色鱼翅面 在马尔甲是非常出名的 吃起来就是比较 讲讲 清淡 但是又不会少掉鱼翅面原本 应该要有味道 对 所以我是觉得很好吃 吃看鱼翅 超大吃的 OK 我跟你讲 在有些 卖鱼翅的地方 这个鱼翅 一样小粒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讲 我现在你去吃其他的 一定这么大 你吃其他的鱼翅一定这么大 不用行 这样我以后就来这一间吃吧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吃看那个鱼翅 一咬下去 那个肉汁爆出来 然后入口即化 哇真的是很香 爽 真的就是爽 它的皮也不会这样 对 而且它的皮 是非常的脆的 对 烧到非常的刚刚好 就是这样 你看 整个就是金黄色 我除了来带你吃华人餐之外 我等一下还会带你去吃印度人的 哇 这样多 对啊 还有马来人 哇 国庆是特级耶 我们三大种族 蓝天一行嘛 对不对 Saktou Malaysia 所以 当然是要带你去吃每一个种族 不一样的美食 所以 赶快吃它等哦 OK啦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第二站 我就带你来吃马来人的美食 然后 在马又讲 马来人有什么美食 OK 就是阿三伯达 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叻 就是巴萨伯达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老呗 这个 就是阿三伯达 OK 一直在猫眼 它的汤叻 酸 不会很酸 但是辣是很辣的 它的辣是呛 对 它的辣是呛 它不像辣那种 就是 麻舌头 它不是那种麻舌头的辣 它是那种呛的辣 就是你一喝下去 到你的喉嚨这边 对 OK 我们现在试试看那个魔鬼鱼 它这个魔鬼鱼 很新鲜 我相信大家如果 真的有吃过那种不新鲜的魔鬼鱼哦 你们自己知道它是有什么感觉的 日韩魔鬼鱼的味道哦 有一种特别新的味道 我是不喜欢的 但是这个 非常的新鲜 OK啦 所以 马来餐的美食 我就介绍到那边了 然后 我们等一下 还有下一站 印竹餐 所以是最出名的 罗地者邦 一定要吃吧 一定要哦 改你要哦 改你输了对不对 然后那个惩罚叻 其实很简单罢了 就是一口气哈 吃下五片罗地者邦就过 对 yes 帮罗地者邦里门 OK 这个叻就是印度的饮食 然后这个是印度的传统美食 也是 印度煎饼 对没有错印度煎饼 也是我们俗称的 罗地者邦 对 OK 然后它这里为什么叫罗地者邦 我相信观众们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老板的表演 就是那边 这边的南西伦麦仁当 也是非常不错吃的 OK 然后 事不宜迟 我们就直接试吃吧 但是你还没有放进嘴巴 你舌头要动到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仁当的味道 然后你一放进嘴巴 你整个嘴巴都是仁当的味道 哇 超级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 那先要不要讲啊 讲回这边最出名的东西 Lotti OK 你来试试看 完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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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美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 这个 够香 主要够香 嗯 然后这个就是普通咯 你要说吗 普通咯 OK 我试试看啊 你猜 这个咖喱酱 嗯 要这样 它跟其他的咖喱酱 做了一个特别的味道 我不知道那个是 他们自己专属的香料还是什么 对 它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的香味 然后是 让人家比较开胃的那种味道 因为我第一次吃过 有这个味道 对啊 就是比较开胃的那种香味 就是吃下去了 过后就是哇 第二口就上口 对第二口就上口 接着来 那种香味 然后 讲真的 讲真的 用Lotti夹来啊 它并没有很特别 因为毕竟还是Lotti夹来 彩料都一样啊 对 然后它出名是在Lotti德邦嘛 刚刚那个技术型 都已经 建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个Lotti夹来 就 嗯 就 就继续吃吧 对 就继续吃吧 OK啦 所以叻 它就继续吃 它剩下的两天啊 OK 为了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 为了不要浪费 广大观众的时间 所以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了啦 谢谢你们来观看 这一集的飞行时刻啦 然后 我是HarderSky 我是Megan 对 没有错 OK 然后这一次的国庆日特集叻 相信大家也对三大种族 一些特色的美食 都有一定的了解 正深入的了解 对 然后马尔甲也有 集到美食都已经介绍给你们了啦 OK 华人餐 印度餐 马来人餐 这三餐 这是我们三大种族啦 三度美食 YES 然后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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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 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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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要祝一生 美食 哈哈 想要一起讲 不要 美食 六十一岁 生日快乐啦 国庆日快乐 耶 拜拜 混费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没有